我们辣椒是自己做的,不是外面买的 是为了自己做的身体健康,所以我们的酱料都是原选的 辣椒绝对是自己炒的,不放味精跟防腐剂 而且是用新鲜的辣椒,不是那种辣椒粉跟辣椒油条的 保证没有味精跟防腐剂,最重要 九层塔我们只用叶子,我们是自己种的就没有化肥 因为我们自己有农场,有的时候长很多,我们就会自己捡回来 自己去用剪刀剪下来 因为我们讲究的就是,新式的东西客人要吃得健康 这个最重要,所以用油骨牌的我们比较放心 加骨就加蛋,然后加气息 九层塔 对,九层塔还有培根,这个两份 两份啊,九层塔 九层塔加气息加培根 两份嘛,然后九层塔都要吗 对,然后再一份是加火腿跟九层塔 也要蛋 也是要 好,然后我们的那个 培根和火腿都是用那个不同的 没有肥,都是瘦的多 好,像这个火腿含肉量70% 不是像一般小菜的那个含银那样 高达65%以上 我们东西都是经过自己吃过以后才会卖给客人 是没有 你们要到三个都要九层塔了 对,三个都要九层塔了 然后三个都调了 没问题 对 所以你看 没有 获得米其林地底盐 连续大概四年了 三个都有起汁还是只有培根的有起汁 三个都有起汁 好,那这样每一个都六十哦 老板那个火腿的话就是加油焦粒就好了 那你我来吃过哦 有啊 然后跟小辣 另外两个就是一样有酱油 还跟酱油包嘛 对 那这个要不要酱油包 不要 不要 就是小辣 小辣 没有胡椒 这样子OK吗 可以 可以 然后胡椒粒 对对对 还有最重要的 为什么不给客人加胡椒粉 因为胡椒粉是粉末 容易有添加物 黑胡椒粒是绝对没有添加物 所以我们的食材 从基本的酱料我们就开始讲究了 那三个装一个塑胶提袋可以吗 可以装一起 可以 180 嗯 上180 对 所以我就说加胡椒粒的话 都是我来吃过的 而且我们火腿绝对两瓶 因为让客人每一口都吃得到这个东西的口味 可以 这样客人才会永续啊 可以 可以 来一个装牌 可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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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